各位同學 現在跟大家講解一下 究竟上次的功課如何做 課本裏面的220頁 課本裏面的220頁第12條 我們看看如何做這條題目 其實我再重講一次這條題目的問題 就是10米的高度跳下來 開頭不能動的 然後跳到這個位置 離地就是3米 一碰到速度慢慢減慢 直至去到哪裏呢 1米就停了 Apart問你去到3米時候的動能 Bpart問你動能 不是問你速度 所以分清楚 不是問你速度 是問你動能 Bpart問你平均阻力是多少 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把這幅圖畫了出來 我們都看看這條題目如何做 如果一開始流高10米 它就問你落到氣墊時候的動能 OK 好了 有幾個想法 在這條題目裏面 你可以叫這個位置 這個高度 做0 或者你叫這個高度 做0 也可以 但我為了最容易大家看 我叫地下做0 我叫地下做0 好了 在這裏 你會有PE 去到這裏 因為它沒有跌到地下 它會有PE加KE 好了 現在就問你KE是多少 好 好 根據能量手行定律 PE 一開始 PEI Initial 就會等於 PE 在final的時候 再加 KE 在final的時候 對不對 好了 所以 所以你就看看 KE 應該要等於 把這個調位變減 PEI-PEF 好了 PEI有多少呢 就是mg 乘10 減mg 它最後 剛剛碰到的時候 地下就是3米 所以 現在人的質量 就是70kg 70kg 乘9.81 把mg 抽出來 這裏就是10-3 所以 用計數機 乘一乘出來 大約 就等於 407兆 如果你用三位有效數字的話 大約 等於 4810 做 A part 就很簡單做完 行不行 好 如果A part 很簡單做完 我就拆掉它 好了 看看B part發生什麼事 看看B part B part 就問你 究竟 氣剪的阻力 是多少 B part 問你氣剪的阻力 是多少 少少時間 我測一下 你想想 去到 臨尾停的位置 那些能量 那些能量 怎麼走 好了 B part 我先測到這裡 OK 好了 同樣 如果你看能量的話 可以看開頭 或者最後 可以看開頭 或者最後 我用紅色 一開頭 只有PE 好了 留意 當你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它還有PE 但在這個過程裡 PE 問題就是 去到這裡 只有PE 但在這個過程裡 摩擦力 會作供 阻力 會作供 所以 如果你看 這裡有PE 在這個位置 就是PE 加K2 這些能量 好了 你如果用能量去看 一開始有PE 這裡的能量 和這裡的能量 是相等的 但如果你一開始的PE 等於最後的PE 其實很明顯能量不相等 為什麼呢 因為你漏了阻力的作供 所以我們就要這樣看 可以嗎 好了 記住了 所以B part 如何計算阻力做了多少 一開始我們有PE 就是PEI 這裡的能量 就會等於最尾PE 今次在最尾E的位置 就是PEF 再加 再加 作供 阻力所做的供 好了 PEI 就是MG 乘回10 一開始10米高 就會等於MG 落到最低的1米 這條 又再一次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沒有考慮這件事 能量是不守行的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愛因斯坦告訴我 是不可能的 所以 最後 這個部分 所做的工 你一定要考慮 做的東西 F 乘回S 代替剛才的東西 MG 是70 乘回9.81 乘回10 將調去變減 就是70 乘回9.81 乘回1 就會等於F 我不知道 但是中間作供 開頭30米 最後1米 所以中間經歷了2米 就有這個東西 用一種計數機 F 摩擦力 大約等於3090N 在題目裏 它用了平均這個字 平均的阻力 為什麼用平均呢 因為一開始的阻力是大一點 最後就是小一點 為了方便我們計算起鍵 所以這個F 正在說的是平均的阻力 可以嗎 同學 提解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看得懂 聽得懂 OK 拜拜